能滑坡夜空的除了狙击手的子弹 还有科学的灿烂武家球 今天我们来回顾 柯南剧场版第18部 益次元的狙击手 大家好,我是全书 这一部由几个新的TV角色介绍一下 是梁真纯现转学到小兰原子他们班 自称为侦探擅长截拳道 她是赤井秀一的妹妹 FBI三人组 詹姆斯、朱蒂·卡麦尔 朱蒂和秀一有过一段猎人关系 三人里只有詹姆斯知道秀一假死 充实卯秀一假死后的身份 目前赞助在宫藤新一家里 故事一开始原子邀请大家 来参加灵木财团新建的 贝尔翠塔开幕仪式 塔高635公尺 原型为前空塔 有居高正的毛利很不习惯 稍微看了一眼下面 她就吓到跑错电梯继续往上 接下来我们介绍风景 前面有一座还在建的 浅草蓝天阁饭店 旁边的榆田川上有三座桥 电车在进入浅草车站之前 会在铁道桥上减速慢行 这里细心的观众一定会发现 介绍桥的时候 有洞到楼顶闪了一下 一般来说就是有狙击手 介绍完后光艳提议 暑假作业一起来做贝尔翠塔 和周边环境的迷你模型 此时旁边有人正像一对美国夫妻 推销塔附近不值钱的老旧房子 世良则躲在后面侦查 推销房子的人 随后一颗子弹划破晴空 推销的男子当场毕命 凶手留下一个空弹壳 和四字向上的头子 柯南确认凶手未知后立马去追 他一个不小心手机还掉了 所以玩滑板的时候不要看手机啊 在习以为常的科学动作之后 柯南锁定了一个嫌疑人 他用侦探徽章联系小爱杂讯很大 顺口骂了一句烂东西 柯南告知摩托车的情报 小爱叫博士联系警方 徽章的通讯范围很快到了极限 嫌疑人也发现了柯南在跟踪 在拐了一个路口之后 他竟然朝柯南射击 闪躲之时柯南差点被车压住 好在是梁骑着摩托过来救场 警方这边也开始支援 而那个嫌疑人竟然还丢了手榴弹 擦身而过的时候客人甩有追踪器 对方逃到码头准备换交通工具 发现施阳他们追上来后又开始反击 多亏FBI三人组及时赶到支援 嫌犯追踪落水失踪 事后大家开会交流情报 目前认定嫌疑范围 前美国海豹特种部队狙击兵杭特 他战功显赫于2005年获得银行勋章 却在隔年因路军军官的指控被夺回 说他违反交战规则击平民 虽然证据不够充分杭特也否认 但这让他变成有污点的英雄 重回战场的杭特被孤立 头部遭到敌方子弹射中 手术成功保住一命 然后退伍去西雅图 可惜杭特的不幸并没有结束 战场上的回忆折磨着杭特 投资势力破产 妹妹因婚约取消而自杀 妻子服药过量而亡 杭特变得一无所有 药多惨有多惨 之后的六年杭特销声匿迹 三周前西雅图地方暴击者 伍兹被狙击 他生前撰写许多杭特的污点故事 对杭特和家人造成很大的影响 所以杭特自然会有嫌疑 两周前杭特入境日本 FBI总部让三人组尽快逮捕 警方在疑似狙击点的大楼上 找到了空弹壳和投资 并确认弹壳和作案用的子弹 以及杭特爱用的MK11步枪口径一致 另外西雅图那边没有投资 但杭特很喜欢投资游戏 他手臂上还要对应此轻 被害者腾波鸿鸣于七年前 贩售日本不良房产给杭特导致其破产 试良跟踪腾波进行身家调查 是因为同学的亲戚正要和腾波结婚 认为其有问题所以委托调查 目前来看杭特嫌疑最大 但按照惯例真相不会那么早出现 FBI推测杭特还有三个目标 举报杭特违反交参规则的 前陆军尚尉伟杰克 作为违反规则证人的比尔 曾是杰克的部下 现在是他公司的秘书 这两个人恰好也在日本 杰克和家人去了京都 比尔滞留于日光 第三个是森山人 他取消婚约造成杭特妹妹自杀 不过森山目前没有明确消息 散灰之后小兰希望是梁 不要再让柯兰遇到危险 晚上孩子们一起玩仙女棒 大家的情绪不是很高 博士拿出了进阶版的足球腰带 这能射出一个烟火足球照亮夜空 冲石卯静静地看着这一幕 隔天FBI列出了三位 杭特有可能联络的人 一 前海军士官长狙击学校教官格林 目前经营摩托车行业 杭特是其得意门生 刚到日本的时候杭特见过格林 但他说后面就没有联系了 杭特骑的是二手中古车 格林这里只卖新车 他认为杭特违规是事实也是无奈 二 前海军陆战队上市凯文 现经营军用品店 杭特曾在战场上救他一命 但凯文说自己拿不到真枪 认为杭特违规是捏造的 是那个杰克恶意举报 凯文还说如果杭特向他求助 三 前司令官 现为旅居日本美兵的咨询顾问马克 但他说没见过杭特 他表示如果凶手是杭特 那发现就应该击毙 他还愿意接触自己的司机 前海军陆战队狙击手卡罗斯 战场上的成绩不比杭特差多少 综合来看以上这三位 都说自己没有问题 另一边孩子们准备制作模型 博士拿出进化版的侦探徽章 柯南娜军弹东西被他记住了 新版加了灯提高了通讯品质 不过由于灵敏度太高 打开之后会出现高频的文音 年纪越大越不容易听到 柯南让博士先不用休 他随后去找警方领自己的手机 而在图书馆待了一天的试量 终于找到森山的资料 原来他结婚之后随其改姓 傍晚因为嫌疑人是狙击手 卡迈尔感慨要是秀一再就好了 这就勾起了朱蒂的回忆 秀一曾说 百米之内警方神射手稳 但就精准度来说 还是狙击手技高一筹 出动狙击手一般是有挟持人质 要做到瞬间夺走目标身体机能 只有一枪瞄准脑干 他还说过只要自己在 就不会让朱蒂遇到这样的危险 接着士良约柯南去找森山 凶手在贝尔水塔附近又开始行动 森山开车出来的时候被一枪毙命 柯南和士良又去追击凶手 根据坡道角度计算路射角 凶手应该在高的那栋楼 可惜他们在一楼错过凶手 屋顶有发现空弹壳和头子三 警方也是连夜召开会议 经调查 腾波喜欢带人去高速推销房子 他走后门大量取得 贝尔水塔开幕期间门票 每天都在同一位置推销 森山则是每天会在同一时间 去接料理教室下课的妻子 案发的时候 门与监视器都遭到破坏 提前踩点收集情报 缜密制定计划 这全是海报部队狙击手的作风 针对头子术 佐藤提出倒数的推测 那么剩下两位肯定是杰克和比尔 两地陷阱已经通知他们 他们也更改了原本的出行计划 镜头此时转到杭特这边 桌上还有两枚子弹 令人没想到的是 杭特竟然遭到了狙击 对方第一枪没有打中 杭特索性回了一枪也没有打中 他微笑地迎接第二枪 就这样杭特挂了 警方从他的日记上推测 有人先杭特一步干掉目标 然后再与杭特中门对居取得胜利 这一次头子摆的数字为二 和之前两次相比 这次狙击的距离比较短 门上还发现射片的子弹 警方没有公开头子和空弹壳的细节 因此可以排除模仿犯罪 但西雅图的记者被害时 并没有发现头子和空弹壳 所以推测那起是杭特干的 剩下的三起是同一个人 现在只剩数字一了 杭特所怨恨的人不一定会是目标 这里有个细节头子数一 在片头贝尔去塔的时候 有向观众展示过一次 杭特的死当警方陷入迷茫 不知道下一个目标是谁之后 杰克和比尔也就不用怕了 另外新闻报道时 主持人无意间的依据 这难道是随机杀人事件 直接引起了大面积的恐慌 而且越传越夸张 什么打伞可以防止被瞄准之类的 之后高木来找毛利排除嫌疑人 毛利认定的卡洛斯可以排除了 朱蒂随后也给了克兰请报 射中杭特的子弹比之前轻 恰好完整地保留了杭特的遗体 但杭特看起来太瘦了 柯兰建议做病理解剖 晚上杰克和比尔打电话 杭特的死当杰克松了一口气 比尔这边则还是有些担心 从对话中可以得知 杰克曾让比尔配合构签杭特 电话打完比尔收到一个快递 上面写着你所做的事情我都清楚 关于杭特违规的事情还有细节要确认 车票给你准备好了自己选 比尔告诉杰克上面署名的是马克 比尔没有怀疑的去尔前草 隔天克兰和士良在前草研究案情 朱蒂打来电话告知结果 杭特脑中还留有当年的子弹碎片 胃中检测出了大量止痛药 他应该连势力都大幅减退 那么西雅图的记者就不是杭特所为 这样的话与杭特对局的意义只剩一个 柯南在打电话给高木后得知 比尔坐上了去前草的特快列车 还有三分钟即将到站 那辆列车会在桥上减速慢行 比尔正是下一个目标 凶手就是瞄准了这个时候 随后柯南发现 凶手将车停在另一座桥上 柯南直接来了一个飞天逆转 还用滑板和足球干扰了射击 并挥手提示比尔有情况 结果却被凶手列为目标 施梁及时过来铺救自己中弹 凶手的第二枪还是击中比尔 之后施梁手术 大家又对了一次情报 杭特的日记是用来误导警方 他与凶手是共犯 甚至还请凶手射杀自己 主要是为了让目标放下戒心 凶手射杀杭特的时候有些迟疑 杭特回击已是决心 所以才有了射片的情况 另外从不美他们之前拍的 贝尔翠塔周围环境照片分析 第一狙击现场有两个人 杭特是作为观察员的身份 这或许是一种继承 不过这一次发现的数字是5 那凶手就并非是在倒数 目前行踪不明的凯文和格林有嫌疑 杰克又再次被警方重视起来 但这个家伙比较有自己的想法 询问完之后杰克接到凶手电话 他约杰克明晚8点去浅草的浅草见面 只要杰克坦白一切就可以保住一命 玩到一秒钟就和家人说再见 挂完电话令小鹿又来告知 格林似乎在大阪活动 现在前往关西机场会有危险 另一边适量做完手术 小兰和原子过去照顾 小兰无法原谅凶手 沉睡中的试俩喊了一声秀哥 小兰想起他说过有个去世的哥哥 并房里不知谁先送来一束花 镜头一转就是充实卯 木木这边此时告知了詹姆斯 杰克自行离开不见了 朱蒂又把这个事情告诉柯南 詹姆斯则给另一个人发邮件告知 资料传送完毕 到时就全告你了 隔天清晨 马克让卡洛斯去找杰克 杰克向马克要了狙击枪 马克让卡洛斯传达 他不想追究事件起因和从前的事情 凶手假借马克的名义给比尔写信 遇害前一天比尔就向马克坦白一切 只希望自己可以减刑 杭特被勾线违规的始作俑者是杰克 马克现在希望杰克可以干掉凶手 先要维护其美方的面子 比尔遇害的事情报道之后 随机杀人事件的言论也不成立了 杰克提前来道歉找财店 他预判凶手会狙击的位置 并找了另一处狙击击凶手的地方 这一段画面有两个看点 一个是无处不在的背景贝尔翠塔 另一个是第十一部剧场版神海岛的广告 士良醒了之后克兰前来探望 士良提出了一个疑点 为什么在桥上狙击的时候 凶手要用容易被发现的镭射瞄准器 河南因此想通杭特的死因 其实杭特如果自杀 会更容易让警方卸下防备 他选择中门对居的目的 是让凶手成为真正狙击手的最后考验 第一次狙击是MK11的最远射程 第二次是夜间移动目标 第三次考验是钢铁班不动摇的意志 讲到这里布媒他们也来了 他们还带了等比例缩小的暑假作业 由于有些地方在塔上的时候没有拍到 孩子们希望可以再上去一次 虽然目前整修完毕还没有对外开放 但原资表示可以让大家包场 此时原态无意间的一句话 让柯南想到一个关键 投资者讯息不能从平面看 从三维空间看会发现 狙击地点是刻意安排的 算上备要睡塔会形成正午边形 冲时矛这时也想到问题关键 柯南出去时接到朱蒂电话 格林已经在大阪被捕 他有答应过杭特作为一尾 而在杭特失去家人之后 有人目睹他和一位东洋男子住在一起 那么凶手应该就是凯文了 柯南让朱蒂他们先去贝尔吹塔 自己则前往下一个可能的狙击地 经过对比柯南解除头子的含义 凯文与杭特想让杰克看到的是 杭特被夺走的银星勋章的星形 柯南同时发现贝尔吹塔上的凯文 杰克白天踩的点都在预料之内 凯文还在窗户弄了一个五角星 多亏柯南的关键一球把杰克踢飞 但这也让凯文对他起了杀意 果然天黑容易犯错 屋顶会着火 柯南无处可躲 单脚受伤 好在冲石卯从更远的前扫蓝天阁 一发打伤了凯文 这让凯文想起杭特曾提到过 FBI里被称为银色子弹的顶尖好手 他比杭特还要厉害 但他应该挂了才对 看到冲石卯柯南稍微放心 柯南还告知朱棣凯文就在塔上 不过此时的凯文还能行动 从他的回忆中可以得知 杭特于战场上多次救过凯文 杰克嫉妒杭特的成绩将其陷害 在凯文要求重新调查的时候 杰克指使比尔射杀杭特 是凯文将杭特脑袋里取出了子弹 拿去对比才发现真相 但证据很快又被消灭 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一出复仇计划 柯南此时准备按照原计划逃离 柯南打电话叫小兰带孩子们下去 结果布美先被抓去做人质 原子还被打晕 朱棣和卡迈尔也不好乱动 这种时候就需要狙击手了 凯文炸坏电力设备准备逃离 柯南发现他还准备了夜视镜 注意凯文开枪的时候是遮住眼睛的 火光对夜视镜来说过于耀眼 柯南打电话告知小孩计划 目的是为了给冲石卯提供视线 冲石卯也相信柯南会有办法 30秒之后孩子们打开侦探徽章 他们朝着文音发出的方向 弄出了发光的手机和手表 布美被成功救下 不过前来支援的小兰不幸摔倒 柯南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绑住吊带直接往下跳 加成增强体力球鞋再跳上去 并于空中射出超远距离的烟火足球 恰似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 冲石卯的子弹随后跟上 凯文手上的枪被打飞 小兰一套连招将其制服 柯南这边也没有什么事情 事情结束后詹姆斯传来消息 冲石卯用修衣的声音回答收到 事情到此终于结束 杰克过去的罪行被揭发 柯南被抓去完成模型最后的上色工作 好了我是全书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见